除了宣傳方面,香港亦是新來革命籌款和資金集中的重要地方 因為搞革命是要動員,要購買軍貨,我們籌錢有選舉而已 當時要搞新海革命,推動這個革命,軍火的開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沉悶的範圍 新海革命之前有十次的起義,每次起義很多都在香港盡量 和軍火都在香港集結,然後運回內地 至於運輸方面,有很多說法 有些是透過海路,透過龍路,多種拳路的方法 我們早幾天在墨爾本講新海革命的時候 那次的講座很有歷史性 就是墨爾本在台人街國民黨的維多利茲部會址 當時是講新海革命,有幾個老國民黨黨員 很有關的成名在那裡,當時我都講 班農農夫,在那些老前輩子 明講新海革命,有一些慘愧 講完之後,有一個82歲的老人家 跟他們聊天,他說他爺爺 當年就是負責運軍貨 在香港,負責運軍貨 他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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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門的紅樓 第二是在元朗的下白來的碉堡 這兩座樓宇在香港仍然存在 不過略為破落和凋零 所以在去年的立法會 曾蔭權來接受質詢的時候 那次我們沒有擲招、沒有擲東西 那次我很客氣 也很嚴肅地問了關於生涯革命的問題 我們營民在香港生涯革命的關係 其中兩座很重要的建築物 這個紅樓和碉堡 現在仍然很破落 都是私人擁有 我就向他提出 香港政府會不會在生涯革命 18年的紀念的時候 他會將這兩座建築物 形成為這個古籍 而且應該在18年的紀念日誌 作這個重建 或者宣傳和教育下一代 有關生涯革命的事跡 當時他就答應會慎盡考慮 其後他都宣布了 白泥雕捕這座建築物 必定為古籍 紅樓的安排 仍然沒有見到政府有任何很獨特 特別的安排 香港政府有任何宣布 香港政府在宣揚 香港政府在宣揚 新台革命的歷史和香港關係方面 可以說是極為難度 或者是不容易 立即堅持距離 無很積認 但是看來內地 也無人來 purposes 中山政府和武昌政府今年大肆宣揚和組織很多活動 有關生態革命 我看網上一些資料 中山政府今年投資過億元 單單在生態革命活動方面 而武昌政府是數以十億元 數十億元組織生態革命活動 還有一個很獨特的工作 武昌政府重建洪南 在武昌的地方興建洪流 我們紀念生態革命活動 但是我們香港政府真正的洪流 完全沒有處理 所以我們在香港見到這種情況 就很失望和很唏噓 有關這個洪流和碉堡 不但作為儲存軍火的地點 因為特別的碉堡 下百里的碉堡是在這個海邊 所以當時的說法 就是在這裏儲存軍火之後 就透過海路運軍火回內地 當然你運到他們之後 要透過龍路去其他地方 去廣州 去惠州 有多個當時起義的景點 都是要運軍火過去 至於剛才我講的老人家 所講的爺當年 運軍火是用棍材 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是用部分的運輸 都是用這個形式混入內地 所以香港在推動革命方面 香港作為一個組織和運送軍火的地點 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運送軍火 一來要集資購買 軍火多次跟海外買回來 買完之後就要集氣 然後就運送 這個財政上一定是在香港方面之負 而另外要組織 很多的會議 特別是要策劃起義的會議 亦都是在香港進行的 你和盟會很多的核心成員 當時都是居住在香港 或者在那段時間 在廣州特地去香港 那些在海外回來了 很多的會議在香港進行 很多這些會議 亦都是在斯坦頓街 那一大地方進行的 你看回很多歷史的片段 和歷史的資料 在中環一大地方 有幾條街 當時是幾個會 包括同盟會和輕鬆會會子的地方 但有些已經被重建 有部份仍然存在 但亦都是很丟臉 很殘舊的 這些會議的進行 是策劃內地起義的具體工作 那它那個串聯 亦都是在香港 委派一些人士 去中國的地方 是串聯有關人士 有些是組織一些人士負責起義 亦都聯絡一些軍隊裡面的成員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國人的鄉利之間的聯絡是很緊密的 軍隊裡面也都有不同的 鄉下的人士 有潮州 也都有廣州的原市的朋友 他們就透過自己鄉下的關係 去串聯組織 或者是動員 在軍隊裡面的人士 就是負責起義 所以你們都看到 在多次起義、陣亡 或者是被拘捕 其後被處分的人士 有部份都是當時在軍隊裡面的成員 所以革命的組織 除了在學生方面 在群眾方面 在軍隊裡面都有這個組織傳言 早幾個月前 我亦都跟人民的兩個朋友 去廣州黃花江 七十月烈士 的無前獻花 對這個辛亥革命的烈士 予以表揚和壞見 剛才說到香港方面 在整個革命工作方面 在組織工作 很多時候 籌款工作 亦都在香港很重要的地位 和角色 這個宣傳方面 亦都是一個重要的基地 所以 沃敏在多次 辛亥革命講座時 經常都提出 香港其實是辛亥革命的組織 和宣傳 和籌款的基地 至於這個角色的重要性 可以說 在多次 十次起義 即是沒有出起義之前 有十次起義的失敗 這十次起義 很多的籌備 和動員 軍火運送 資金的負責 都是由香港同盟會的分會 有關人士的負責 所以香港在整個革命活動方面 這個角色是甚為重要的 另外一點 大家都看到新聞 這兩天 李克強副總理 在香港的活動 其中一個活動 就是在港大進行演講 其實孫中山先生是一個很出名的演講 都是在香港大學 即是現時的農友堂進行 孫中山本身是這個 香港大學院的學生 所以孫中山本身都是港大的學生 孫中山當時在陸陽堂的演講 有兩點是很重要的 第一 他自己很多的知識 那個啟蒙 特別有關革命的知識 是從香港得來的 第二 他革命的思想 的啟蒙 是從香港的生活 即是只剩下的 主要就是他在內地生活那段時間 他當時在香港生活 就看到香港在港英 即是在這個殖民地政府管治之下 是井井又甜 亦都是 這個法治的觀念是很濃烈 而在內地是七國共亂 烏理丹道 貪污問題的嚴重 即是那些官吏 根本是完全漠視市民的權利 即是這個哈哈伯伯 自己又貪污舞弊 烏糙垃 那個城市是烏糙垃 他兩個制度 即是他一比較 那就感到 作為中國人 為何在這個外國人管治之下的地方 即是可以這樣生活得井井又甜 反而自己中國人管治的地方 即是可以這樣老後 以及烏惠不堪 貪污問題嚴重 所以當時就有一個啟發給他 就一定要進行這個革命 推翻這個敵責 要建立一個民主的制度 所以香港 對整個新夏革命來說 有很多方面是有這個決定性的作用 也都有影響 可以說是甚為深遠 孫中生的個人影響 在這個制度上 在這個組織上 那幾點 對這個成功推翻這個滿清的幕朝 也是一個重要的地位和角色 那麼 新夏革命暫停了一百年 今年就 即是來近十月 就是新夏革命一百週年 正式的紀念日 我只想到很唏噓 就是在革命已經成功 照計來說 應該這個共和的制度 和這個法治民主的制度 除了革命的成功 就可以落實 你看到這個 美國革命成立了這個 就是當時的十三州 現在去到五十個州 你發覺革命推翻了這個帝制 也都建立了這個共和國 這個民主制度 也是這個成立 雖然事後有多次的 所謂的 有多次的 那些民主的制度 也就落實了 但是中國 就是一個革命的期間 是較後的 就是 一年之後 有正式的革命 但是 一百年後 今天 成州大地 除了台灣之外 民主普選的制度 和法治的觀念 仍然是不能夠廣泛的 這樣 推動 和這個落實 我覺得作為中國人的一部份 我們有這樣的責任和理想 要將民主落實神州的大地的工作 是要繼續推動的 希望透過新海革命18年紀念的時候 大家再看歷史 再看現在的情況 再看世界各地 在紐西蘭的朋友 生活在民主的土地上 呼吸清新的空氣 自由的空氣 跟香港我們所面對的情況 特別這兩天 如果大家看香港的情況 是惡化得很厲害 回歸三十四年 我們看到共產黨的影響力 不單是政治上的操控 在文化上 思想上 價值上 都逐步將香港逐步大陸化 這個其實很恐怖 我想人民力量的成立 就是希望可以捍衛到香港的價值 香港的人權 至於怎樣做 每一時間 我們的主席劉嘉雄先生 和大家分享一下 人民力量的工作 和香港的情況 多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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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